如今的陆剧特别是古装剧《甜丑爱情剧》 基本上都是95后演员的排列组合 而爱情剧要成功 首先要让观众有代入感能够克CP 这时候男演员有没有苏感就很重要 苏感的意思是性张力让观众能有心动的感觉 其实不少95后男星虽然年纪轻 但苏感却超级强 最近网友评选出苏感最强的95后陆剧男星套布时 王一博第十 丁雨昕第六 陈鲜逊有炸有酥夺第四 王赫迪霸气料人第二 冠军真的是太欲太苏了 网评苏感最强 前往后陆剧男星套布时王一博 王一博获得第十名 和无类王赫迪等人相比 王一博的排名不高 他也被视为比较没有苏感的男星 男星苏感要强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性张力 即使只是站在旁边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都仿佛在房间 有一种想把女主角持着的感觉 而王一博确实比较少让人感觉 他时常在漏电 大家觉得王一博哪个角色最俗呢 陈行丽的懒忘机 悲火的陈宇 还有电影《无名》叶秘书 这几个角色是网友认为 王一博比较俗的角色 懒忘机清冷陈宇的脸 叶秘书神不可测 都蛮有韵味的 网评苏感最强 九五后陆剧男星 套布叫王俊凯 近年王俊凯一直努力转型拍戏 2021年上半年 王俊凯拍了悬疑剧《重生之门》 接着他又进了医疗情感剧 《非反医者》剧组 还有多部电影《七四九局》 《断桥》《万里归途》等 都是大投资大制作 不过王俊凯也被认为 俗感偏弱的类型 可能也是因为王俊凯 比较没有侵略感 通常侵略性比较强的一员 俗感性张力也会比较强 加上王俊凯早早出道 很多人都是从小看着他长大 因此有的观众很难 对王俊凯产生遐想 一直把他当弟弟 网评苏感最强 95号陆居男星 TOP8张星成 张星成角色百变 能演《你好就是光》里的 乖乖好学生 能演《大宋少年之》 聪明机灵的原重新 也能驾驭 以家人致命中性格眼光 又渴望亲人的贺子秋 以及变成你的那一天 高冷的男团队长 张星成的经典角色 实在太多了 他近期在公园中 饰演孤傲且风流的佩苏 于是获得不少好评 张星成是公认的演技好 不过他不属于 最俗的那一派 也可能是因为 张星成给人好学生的印象吧 虽然张星成演技爱情巨来 还是让人代入感很高 但不少玩偶都觉得 很难对张星成产生肥分之想 感觉他性格太阳光 太开朗 太正派了 很难对他享入非非 也因此票数比较低一点 网评苏感最强 就后陆军男星 套不齐徐凯 徐凯获得第七名 其实徐凯算是电力蛮强的男星 也许攻略能演正派的副衡 招摇隐忍而专情的李晨兰 上时澳洲的黄太孙 朱战金都备设好评 徐凯可塑星蛮强的 可以正派也可以坏坏 可以霸道也可以呆萌 相比古装 感觉徐凯穿上西装要更俗样 有种都市锦衣的感觉 姓张力很强 特别是近期 徐凯和坦松月在拍摄 新剧《你比星光美丽》 徐凯要饰演霸道总裁 目前徐凯被曝光的路透照 都穿着西装 姓张力蛮强的 很酥 网评 苏感最强 九五后陆剧男星 Top6 丁雨昕 丁雨昕的流量与人情 都不属于九五后最前段班 但大家对他的眼睛很认可 他也是公元蛮有苏感的男星 丁雨昕不属于传统美男的长相 但不少网友都说 看他的剧 真的能够感受到苏感 他很会演 比如长文中的陈倩倩 他饰演的韩硕 平时各种疼老婆 但真的要霸道起来 长力却很强 蕴色过浓的甜才一生 春贵梦里人的冷漠侯夜 也都被他演得很苏 而且是有苏又可爱 丁雨昕的苏感 是要追剧比较容易get到 特别是他的眼神心很强 看着女主角的眼神 就像是真的喜欢上对方 深情中带有温柔 又有一点勤略感 真的特别苏 网评苏感最强 就和陆军男星 套扑刘浩然 刘浩然和张星成一样 都是凭借小园剧错误 他和坦松月之缘的 最好的我们 看出超高可悲与评价 而刘浩然也是公认苏感 蛮强的男星 其实刘浩然并不是特别霸道 特别有勤略性的类型 他的形象温柔眼光 像一只可爱的大型犬 但大家就是能够从 他的身上感受到苏感 刘浩然给人一种 明媚堪朗的印象 但同样也能霸气 能傲娇 看着女主角的眼神 神情到不行 所有温柔 暗逸 心碎 嫉妒 都藏在眼神心里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很多人都能从 刘浩然身上感受到苏感 网评苏感最强 结果后陆军男星 套不思 陈兴旭 陈兴旭苏感 真的蛮强的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都是从东宫看世 他所饰演的李承宜 其实是个绝世渣男 只要演不好 就会被攻散 但陈兴旭有成奇角色 他真的特别适合 演全眸剧 陈兴旭在东宫 苏感真的很强 搞全眸时 毫不留情 野心满满 面上在微笑 心里在冷笑 面对小峰时 又有柔情的一面 同时侵略性十足 网友也笑说 他是又扎又苏 而不止东宫古装 其实每每陈兴旭 只要有信息 路透照一出 大家都不得不感叹 他真的很酥 像是之前的 民国剧 一见清晰 释出路透照时 陈兴旭穿上了俊章 他也有种杂俗感 比较可惜的是 这部剧质感太差 被玩偶吐槽时 诈骗剧 而陈兴旭之前 忙着派上 我们的翻译官 搭档宋茜 路透照 他西装笔顶 一样让人感受到 满满的俗感 网评 俗感最强 就和陆剧男星 Top3 宋味龙 宋味龙也属于俗感超强 眼神超级会放电的男星 他最经典的作品是 下一站是幸福 以家人之谜 一个是年夏实习医生 一个是成熟温柔的 雅裔哥哥 这两部剧里 他都俗到不行 特别是以家人之谜 穿上白衬衫衣食袍 宋味龙其实也没做什么 但光是站在那里 就心掌里拉满 宋味龙常常被骂 演技唱 但在这两部剧里 大家能够感受到 他的俗感 他看女主角时不断在放电 眼神有光 而且柔情似水 好像真的 只爱女主角一个人 还带着宠妮太俗了 网评苏感最强 结果后陆剧男星 套牌王河定 王河定获得第二名 他的苏感确实强 2022年 他在《蒼烂角》 演活了霸道魔尊 东方青苍 王河定将这个角色演得很活 霸道中带着一点幼稚与柔情 很多男星都演不好霸总的人生 高冷会演证面单 霸道会演证没礼貌 但我赫地不会 他天生有一股气场 登人时会让人害怕 大笑时又有一种小孩子的天真 这种反差感也让他特别适合演霸道角色 俗感满满 到了浮渡园 他所饰演的小夺则是另一种霸 东方青苍是无视一切 而小夺则是带有一点魅惑感 和皇后或者女主角不应楼对戏时 总有种再勾引人的感觉很有心张力 而近期王赫地在现代剧《以安为衣》演的是冰山霸总 目前是出的路透照 王赫地同样被网友说真的很缩 因为人设的关系 王赫地剧中造型 大多都是西装笔挺加金丝眼镜 这妥妥就是小说里的总裁火过来了 不止高冷霸气 还有种慈稳败烈的感觉 网评粗感最强 前午后陆剧难行 套皮无垒 冠军就是无垒了 无垒真的是呼声最高的一位 依旧九九年称的无垒 Kent说是大家看着长大的童心 过去大家都只把他当弟弟 不过似乎从《产歌星》开始 他逐渐退去小男孩的情色模样 气质以为为来又有男人威了 很多网友都笑说自己明明年纪比无垒大 但却在无垒身上感受到苏感 他也被说很适合演小说里的少年将军 在《产歌星》里 无垒饰演的阿什勒森 骁勇善振 冷静果断谋略过人 但在一道产歌之后 却变成了柔情男友 无垒把这个角色演得霸气温柔 心悍自浪 无垒则是演出了领不移的《鲸鱼魅力》 看着女主的眼神活多多 像要把她吃掉 让人有凶有行动 明明无垒才24岁 但素感却胜过其他很多男人 而到了近期 爱情而已就更狂了 无垒在剧中 饰演运动员松三川 在相处过程中 对比她大十岁的姐姐梁云丸产生感情 通常姐弟恋最怕演成母子恋 年夏弟弟要演出素感不容易 但每个看过爱情而已的观众 都觉得无垒实在太粗了 无垒很会聊 但又不显得油腻 带点小男孩的清澈感 特别是剧中的吻心 也引起话题 无垒超会心 素感真的有够强 那么以上这几位明星 大家最喜欢谁呢 欢迎留言评论